主料,空心面300克,西红柿两个,青菜,辅料,葱,香菜,西红柿切块,或者是切成圈,青菜切碎,葱姆帮切碎了,细细,葱花下锅炒香,然后下西红柿翻炒,我炒的时间比较长,把西红柿炒得很烂,这样孩子即使不吃菜也能吸收一些营养,放青菜滤味翻炒一下,就添水, 我添了两碗水,大概800毫升左右,水滚开之后下面调,我用的是空心面,滤锅一会儿就熟,然后加盐,加点醋和香油,就能出锅了,最后的成品,卖相不好,味道挺好的,烹饪技巧,西红柿最好是从底部切成一圈一圈的,好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